好久電視 在關廟休息區 完全都沒有人 泰瑪梨 咦 我們現在來到了第一站多樑車站 東部中 這邊很漂亮耶 還好耶 酒菜鍋要冰 你有帶... 完蛋了 好 沒帶錢吧 幹我們什麼窮逼 連二十塊都沒有 都市人 真的是不要來這邊開玩笑 有帶陷阱 幹我們連二十塊都沒有 嗨 妳是 辣 辣 因為實在是太多人了 所以只好用賣的 然後這間是台東還滿有名的炸雞店 就是除了藍蜻蜓 好像這間算是最有名的啦 藍蜻蜓如果敢說自己是一 那這間就是二 你要買一的三號 雞腿 裡面沒有味道 所以只要買在車上 觀光客就是只有這種命而已 喔 幹會低汁耶 好燙喔 幹 好燙喔 XXX 它的汁好燙 噔噔 有沒有 還在低汁 幹 好賤喔 髒髒 媽的 做這種雞 還在低耶 這會燙傷耶 這二級燙傷耶 嚥 感覺很燙 沒有 不用評價阿 這就是好吃阿 再來就是看藍蜻蜓 我沒辦法乾過它而已啊 嗯 就也滿難得說 看到照片 感覺比實體難吃的 呵呵 對 也是滿不容易的 哇嗚 應該 這個應該不會低汁了 喔 脆脆的 感覺可以加蠟 她說沒有辣椒 沒有辣椒 沒有辣椒 脫骨 難怪那麼多人還累 那也是台東的美東西吃了吧 你看哪種好吃 辣能比嗎 這個是光咬那個汁就 真的不夠了 小薯球 快薯掉了 它就是薯餅 薯餅搓成 圓柱體 乖乖 對 薯餅 薯餅搓得很乖乖的樣子 對是蠻脆的 還不錯 等下一間 我們等下一間 掰掰 看那間丁哥不知道有沒有料 丁哥 下一家要採點的店 榕樹下 米苔木 剛剛人多到排到自在圈跟富邦中間 所以我們就索性放幾間去買阿弘 然後現在人比較少了 因為可能要關店了 所以就回來買這個榕樹下 吃吃看到一個地方 就是吃吃看不一樣的東西 看起來沒有很美觀 有料嗎 開心 總之我沒有吃在玩 因為我不喜歡米苔木 這邊是公墓 屁啦 怎麼這麼多雜草 這邊算什麼 海濱公園的 海濱 南方 我只有看到噗通一聲阿 遠方那個是綠島 這個波光零零的感覺 這邊其實已經很暗了 即便現在農曆七月還是有人 一起 還是有人 月光照耀在這個 海平面上 波光零零的那種感覺 特別美 今天原本是要 預計要 國安上要逛 台東的觀光夜市 但是 觀光夜市禮拜一 沒有 台東可以玩的地方 其實沒有很多啦 說實在的 因為我們第一天到的時間 不適合再去到那種什麼 三間塔之類的地方 所以我們就是在 市區原本 就是有安排說 可能 鐵花村阿 或者是一些 夜市阿 結果 這兩個禮拜一都拱修 掌聲 幫我掌聲一下 海濱公園一直以來都是 還蠻舒服的地方 之前有來過一次 但是原本就是沒有 本來沒有安排 是因為 農曆七月應該比較少拿來 但所以現在 那也沒辦法了 來都來 那我們等一下就看一下 滿天星空 如果有星空的照片的話 等一下再跟各位分享 好了 波光零零的海邊 離開了 其實還有人 總之呢光害太大 拍星星幾乎拍不出來 所以就撤 對 肉眼是看得到的 但是那個月亮實在是 太高了 所以我們打算撤離了 掰掰 吃飯去 抽豆腐 抽豆腐 好 這是剛剛那間 酒王 來 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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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我拉開一點 欸怎麼這麼多喔 幫我拉撐一點 喔 Holy 好臭喔 好香喔 好臭喔 好香喔 臭豆腐 然後 雙拼還有蘿蔔糕 好香喔 超香的 吃屎 吃屎 有沒有看到這個臭豆腐 哇喔 酥 它還可以選要酥還是要軟 滿出來 整個滿出來 這樣才130 有沒有 扭鼻 蘿蔔糕 它是這樣方塊 小方塊 怎麼樣蘿蔔糕不錯是不是 我愛吃蘿蔔糕的都說好吃 哈哈哈哈 嗯 它臭的很帶勁 比較低了 哇 它那個辣椒很香耶 它一口塞耶 好好吃喔 看來沒有夜市也可以吃它的快樂嘛 所以有點不錯推耶 比台幕也不錯 好那我們就下一家見 白 也很好吃 讚 這邊有一間麻辣湯 好了 剛剛又買了 又買了這個 綜合間 好 剛剛呢 這間叫做 這應該叫蒸雞吧 我記得 然後是它的綜合間 全部都紅了 大家看一下 整鍋都紅了 綜合間 有蝦仁的地方比較好吃 所以它應該蝦仁堅持取勝 喝啦 我把它喝 軟薑調的不錯 完食了 今天的最後一道 就是這個 剛剛的那個 香菜哥的麻辣湯 你看看它麻辣湯味 長什麼樣子 我來撈給大家看喔 肉片 然後 豆皮 鴨血跟金針菇 不辣耶 大 不辣的麻辣湯 它是麻辣鴨血 麻辣鴨血 OK 湯頭很好耶 但它的湯頭真的很棒 這個豆片喝的一定很爽 肉很嫩 麵其實這樣尷尬的吃得蠻好吃的 豆腐 它的口氣比較多 所以變成說它的湯汁其實是飽滿的 烤酥烤酥 就是介於辣與不辣之間 然後 吃 好鴨血粉底 這才是豬醬 吃一下鴨血粉底 略酥的那個豆腐一點點 但是還不錯 但整體來說是好吃的耶 因為東西都還蠻入味的 沒有一個東西是 覺得它是 自身事外 今天真的吃了非常多 台東還不錯的 好吃的東西 感覺中午 台東在已經吃了吃午餐 然後 其實吃到現在 好像沒有任何一個東西 是 採雷的 所以其實台東應該也是一個 對於吃的東西還蠻友善的一個地方 今天的部分就先到這邊 那明天的部分呢 就明天早上再開始 台東還有 好不好 今天就 這樣了 掰掰 大家早安 第二天 台東 那等等呢 就要前往花蓮了 那現在呢 因為 號稱 台東第一名的炸雞 藍蜻蜓 它現在 10點半才開 它現在時間是11點 可是它外面已經排了 超多人 剛剛現場的狀況 應該是只能在車上 很難在那邊吃 我們就來看一下藍蜻蜓怎麼說 這就是 昨天沒開的藍蜻蜓 人非常的多 非常多人 OK 剛買到了這杯 水果珍奶 果珍濃 水果珍奶 看一下 要搖魚 火龍果 然後這個一個什麼果 我不知道 然後跟 除露鮮奶 然後店就長得很雞滑 太快了 這什麼運勁 OK OK 剛剛的炸雞全餐 這是啥小 我點什麼我也忘了 蘋果汁 這一個是薯球 薯球看起來還好耶 薯球感覺沒有阿虹的好吃 炸雞全餐裡面有 裡面有一隻腿 一個雞塊 一堆薯條 我記得還有一個東西耶 一個雞翅 對 雞腿 感覺沒有比昨天還好吃耶 感覺沒有比昨天還好吃耶 你咬著那一面 第一米是當之無愧啦 真的嗎 就昨天還比較 我覺得今天還比較好吃耶 昨天是吃很多 但是它調味沒有很好 也不是說沒有很好啦 也是不錯啦 它調味真的比較好 你們慢慢吃我去擋一下 好啊 不好意思 10塊10塊 阿我還在這邊問他說 要不要吃薯條 那我吃一下薯條好了 薯條應該沒什麼特別的阿 我吃吃看薯條跟薯球的味道是不是一樣 不一樣阿 薯條比較好吃對不對 對薯條比較好吃 薯球比較鹹耶 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它的雞塊是 這種的 不要誤會了 這是雞塊 不是麥當 不是麥克丼的麥克雞好嗎 吃好多喔 吃很多耶 而且它不像那個 雞腿可能還會有骨頭 它是一整塊下去都會有 整粒都是水 其實怎麼會讓你們看一下 哇 有差 第一名 雞翅這邊第一名 雞翅這邊非常的明顯 就是第一名 因為它骨肉分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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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這蘋果子最普通的味道 桃粗薯條 趕快吃完 我們要前往花蓮 好那我們前往台東的應該是倒數第二個行程 好不好 我們先往台東 那我們現在就Let's go OK 現在先來這個水往上流 因為今天剛好是颱風天 也沒有到颱風天啊 就早上才剛發路上警報而已 奇觀 嗯 對 對 它其實沒有往上流 是錯覺 因為那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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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以跑了 掰掰 東河包子 好像過氣了耶 都沒有人 去看一下 買好了 之前要吃這個非常的難買 那個時候過年要在排隊的時候 排一兩個小時超久 但現在都沒人了 它是這種的 它是這種的 那個時候來的時候還很紅 吃一下 還很紅香 對啊現在 你看現在過氣了 很juicy耶 我覺得其他地方應該也吃得到這樣的 只是它的那個肥肉 比較多一點 通常說我包很少吃到肥肉 所以會彩彩的 但是有肥肉也不會太 太膩太油 那我們現在要去 應該是三仙台 下一個畫面見 因為發了海上颱風警報 所以三仙台進不去 那我想八仙洞應該也涼了 所以我們就直接 前往 花蓮吧 花蓮跟台東我們就分胎 那台東的部分 因為好像還滿長的 所以就先到這邊告一個段落 大家再見 掰掰 掰掰 我們會見面 快打開 顛簽 拜 這個 賣